大家好,又到了錄音廠檔 衝線背後的時間 今集繼續有兩位好拍檔 Vinci,張詠詩和Michael,吳樹基 在做我的訪問 大家好 大家好 兩位都是我現時平馬的拍檔 我也知道我和Vinci 可以說是一個半職的平馬人 其實你又如何分配時間去讀馬 幸好自己的工作時間比較自由 我通常就是之前一晚去讀 不斷地去讀 因為基本上每一場 都要花約一小時的時間 才能看得到這麼多隻馬 或者有時候我跑之前6時起床 所以你經常叫我這麼早 就說我6時起床,我還開三場 對,因為有時我回到直播室 他已經這麼早在這裡 已經準備好所有事情 因為… 因為我剛剛才準備好所有事情 早上趕車去做一些功課 譬如你是神操 還是血統,還是賽職入手 我記得宅哥教我 現在你最簡單的第一步是甚麼 看好賽職,看看他之前跑得如何 你可能有很多數據都可以說出來 另外我也會看試集 但始終我看馬的影片 我沒有看得那麼精靈 怎樣是騎著,怎樣是按住都可以回家 可能騎的時候那些細節位 我還未拿捏得很好 或者看得很準 所以那些會輔助 我主要都是看往跡為主 Michael Michael又向哪方面入手呢 神操還是賽職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聽到大家都說 即是神操派,還是血統派,或者賽職派 其實在我自己來說 其實有些前輩之前跟我說過 你首先要定位 你究竟是哪個派別 但其實我定了很久的位 我定了幾年 我都想不到自己是哪個派別 其實可能因為我挺近 一個普羅馬迷的想法 就是想一隻馬 所以你叫我定位 我自己是哪個門派都好 其實很難去做一個定位 作為長線而言 作為一個新的平白人 都是要全方位去備戰 例如近年 其實也有很多新的平馬人入行 例如我和你都比較新 你覺得對這個行業來說 會否有一個挺好的衝擊 可能是否有一包女生聲 你們會否這麼乾淨 會… 你知道有段時間 如果沒有女生聲 突然覺得三個男人在說話 真的有點怪 而且關鍵是在現場的時候 馬迷朋友其實也挺開心 聽到女生聲比較甜 我覺得那個位置真的可以全息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一天跑得太多場 我知道你們、兩位 以及卡山都會很辛苦 因為我覺得卡山 如果跑六個小時 由下午12時開幕到6時 她真的不會離開位置 她很專業地坐在這裡 所以我想其實我在一部派賽的時候 希望可以給你們全息公街 讓你們打頭 沒錯,Michael呢 Michael又怎樣看新的平馬人入行 其實有些新的衝擊很好 因為他們的想法 或者像Wincy那樣 其實他們的想法跟我們有分別 因為其實我還是比較傳統 剛才說有甚麼門派 其實卡山本身看成章 其實他一樣會懂得賽職 其實他一樣會懂得越洞 只是說出來套用哪一個方法 但他們的想法其實很不同 他們選馬的方向 跟我們其實很有出入 如果我們選馬都中的 我經常都這樣說 我就不會坐在這個位置 是 但有時候加上他們的觀點 其實我們是想不到的 但他們會有一個很特別的觀點 去選某些馬 當然出來的結果 其實有時候他們是對的 譬如做一場功課 你剛才也說過 可能會看看試習、神操、賽職 如果去到賽後 你又會立即記錄下 這筆馬下次要留意嗎 我也會記錄下 但我未必之後會看到提花 因為… 太坦白了嗎 對,對嗎 他就在上一期的本馬寶 但這樣人不記得帶 對…我不像你會帶上一期 對,我不是 但現今階段賽事越來越多 一個賽馬日可能有10、11場 甚至加多一場越洋的賽事轉播 分分鐘一天是跑12場賽事 你又覺得現時的運動會不會很辛苦 我又覺得還可以 其實你說過卡門角 你是否覺得很奇怪 跑馬就是這樣 說完一場又夠鐘拿上一點 時間過得很快 我覺得還可以 那麥可呢 在我的角度來說 也不算特別,很辛苦 雖然我認識賽馬的時候 是跑六場 跑馬地,八場沙田 那時候是甚麼年代 對 然後一直下來九場、七場 到現在十場、八場 甚至十一場、九場 但我入行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大部分 跑馬地是十場 跑馬地是八場 所以對現在的轉變 其實不算很大 也算是做了這麼多年 其實某些馬匹 或者我用一些比較快捷的方法 其實我大致上看得完 每一天的馬力 其實以前的平馬方式 跟現在的平馬方式 有否很大的轉變 其實也有一個很明顯的轉變 始終現在科技很發達 所有東西 只要是一個普通的馬迷 或者喜歡賽馬的朋友 他都可以上網 很容易找到 變成我們說一隻馬的時候 可能你說他上次跑得很好 其實可能那個馬迷 或是聽你說的朋友 我也知道他跑得好 是嗎? 你就這樣說跑得好 我不用聽你 你需要用很多心思 去解釋整件事 他甚麼跑得好 是否斷速做得很好 是否之前受阻過呢? 是吧? 或者是否回來驗到有問題呢? 這隻馬 所以很多原因去解釋一隻馬 究竟好還是不好 要多給他們多些資訊 還有現在大家都知道 那麼多東西的時候 可能我們… 我的方向就開始去想一下 怎樣幫那些馬迷 去找一些盲點出來 大家都看不到的東西 我希望我盡量看得到 到時大家一起做功課的時候 他聽到我的論句 可能覺得合適用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在他身上 好了,說到賽事 你有沒有哪一場賽事 你兩位是最深刻印象的呢? 多明利 多明利我覺得是很精彩的賽事 你想想香港瓶 香港很少馬可以在香港瓶裡贏 多明利是一隻 能夠贏到2,400香港瓶的馬 當日潘頓的就位很出色 捕捉一晚的時候 他就抄外碟上來 是 把裡面的馬封住 然後他一直到自己先走 然後就可以幫我們香港 贏到香港瓶 你想想香港瓶這屆我們香港馬 其實表現也不是特別好 但是那一屆多明利能夠贏到 我覺得那場賽事是很出色的 Vinx,哪一場賽事 你最深刻印象呢? 我還記得當天是下著雨 那條濕滑的跑道 我還記得是泥地 濕滑的泥地 濕滑的泥地跑道 當時我在想你下著雨 如果負寶較輕的馬 你可能真的好像背囊 你背囊較輕的 跑起上來就快一點,是嗎 所以我選了九號的… 我應該是九號的有款少 然後再加12、13、14號 因為通常大碟的背囊較輕的 所以我就在想 按照這個道理應該全部都可以 我就選了四隻 最後就是這四隻都回來了 好了,說完馬匹,說完賽斯 有哪位騎師或練馬師 你亦最欣賞的嗎 新一代當然是莫雷拉 莫雷拉當然是最好騎得的 但我喜歡鮮藝力 鮮藝力是一個… 在我心目中的騎士很低 很漂亮,很瀟灑的騎士 我相信阿圖,就算看以前的影片 你也會看過鮮藝力大陸怎樣騎馬 最出色的是… 看得最多的是泰寶馬 怎樣過終點,不跌 過完終點後才跌下來 但其實他的平衡 那個騎士很重要 因為他很低,而且他的邊緣也挺狠 對,他的左邊其實很厲害 Vinci呢 Vinci有哪位騎士、練馬師 你也很欣賞 其實我跟普羅馬迷一樣 也覺得莫雷拉是非常… 我覺得他那種… 即使他贏不了 他也不會輸得太遠比你 我覺得對於無論馬迷也好 或是平常看馬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好像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否則他也不會做女神 另外一些小鮮肉 我也不能夠錯過 就是蝦蜂蜂 我會覺得很喜歡 巴馬蝦蜂蜂蜂 對,或是蝦蜂蜂 我自己也很喜歡 希望這幾位小鮮肉 繼續在香港有好好的發展 到節目的尾聲 如果讓你感謝一至兩位平馬人 甚至前輩 你會感謝哪一位 你先… 我也是 當然要先感謝兩位拍檔 沒有兩位拍檔 其實節目很難做得上 當然是這樣的機會 先感謝我的家人 多謝我的老婆 多謝我的兒女 但其實如果說前輩 卡先生一定會感謝你 雖然他不是特別握著我的手 握著我的筆,即是教我 但其實在他身上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你看看他怎樣去看一隻馬 怎樣去運用數據 其實卡洛斯先生運用數據是很厲害的 他怎樣把數據轉一轉 有另一個想法 但這一點我到現在也學不到 神操當然他很厲害 這一點我想要多浸二、三十年 才有機會跟他比較一下 另外賽職其實他也很豐富 各方面其實他也很平均 只不過大家定義了他 做一個神操派,不介意 其實我近這兩季 都在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卡洛斯先生 Vinci呢?Vinci,你多謝哪位 我真的有太多 因為正如我所說過 我有一張白紙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人 都會過來扶我一把 給我一個機會 或是教我很多東西 除了我剛才說過的電台監製 還有澤哥之外 其實我覺得在我身邊 每一個合作過的 或者在工作上 哪怕只是一次、半次 其實他們身上也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我很喜歡抄下你們說過的 例如一秒是五角馬位 這些… 我覺得聽到之後原來是這樣 我會學到之後回去使用 例如歐仔、阿嘉、Rita、禮賢 其實有很多人… 當然有兩位,一定要說 還有卡洛斯先生 也是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人 因為起初跟他拍攝是很害怕的 因為不認識 然後我很緊張 然後一來真的看到狗狗狗狗 卡洛斯先生,你好 不知道 但其實他沒甚麼價錢 其實他完全沒有價錢 然後他人很好,經常都會說 吃糖果,很男人 但我覺得他肯給我機會 因為我經常覺得一個前輩 你面對著一個死女孩坐在旁邊 然後跟你一起去做一個節目 我覺得帶他包容和無限的支持 我覺得是感動的 所以我要很感謝我在馬圈裡 遇到的每一個人 真的給我很多支持 也要感謝這麼多位的前輩提攜 我希望我們三位加上卡洛斯先生 四位繼續在節目上越做越好 給大家更多資訊 今集時間也差不多了 很感謝兩位拍攝 上來錄音廠檔做我們的訪問 下集節目時間再見,再見 我們拍攝 明天我們改進了 我們再次拍攝 兩位拍攝 另一個視頻 兩位拍攝 我們拍攝